踩着独轮车绕圈不仅展现高超技巧 更需要团队默契 屏东市民和国小六名小女生 参加112年第十届教育杯全国独轮车锦标赛 以流畅的花式动作 拿下国小团花 中年级各花 高年级双花主冠军 400公尺接力更打破大会纪录拿下金牌 首次参加全国赛就取得好成绩 觉得很开心 然后很辛苦 最难的地方就是要有默契 然后要练习稳定度 然后就是不能失误 不然就会扣分 因为成功就会很有成就感 独轮车需透过刻苦练习 全身平衡与抑制训练等基本功 不像其他单向运动 必须培养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果 都轮车它必须要一段时间才有成果出来 当然就是小朋友的认真练习 那家长的陪伴 那我们的小朋友 民和国小的小朋友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挫折的忍受度很强 真的很强 就帮忙看一下掉车的原因 然后跟教练学习如何帮他们看问题 然后帮助他们比较早跨越那个挫折 有别于其他学校的庞大阵容 民和国小仅六名选手参赛 就拿下八斤三赢一同的成绩 除了靠选手的努力 克服无数次的失败外 教练的指导与家长的支持投入 也是独排关键 在疫情期间 我们这群家长学校没有开放 他还找另外的场地去做练习 那小朋友有教练的带领 有家长的陪伴 还有自己非常辛苦的练习 所以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 校长黄托荣表示 起初是有一位女学生 在校外自主学习独轮车 校园内常能看到她骑车的身影 而激起其他学生学习兴趣 学校鼓励学生多元发展 于是成立独轮车社团 开始训练 意外带起独轮车风潮 也成为学校的特色运动项目之一 袁世雄哥舍 屏东市采访不到